每日大使中段,同你以圖表,尋找追渣孤部署 贏在圖上,主持陳正芯 8月30日的贏在圖上,時間來到下午的1點33分 直播室裡面有陳正芯,我們今天的嘉賓是無名的 你好,無名,五安 Hello,Mayan,你好 你好,先跟大家報告最新的視訊 現在恆指升190點23,011點 國企指數升92點 最新國企指數升89點 另外大使成交有338億多 期指看下月22,951點 升181點,低稅59點,成交有54,000多張 無名,事隔一個星期,上星期談到23,000點 和22,800點左右的水平 其實都是相對關鍵的位置 如果看看近幾天的市況 從圖表上看,會有什麼啟示呢 如果從圖表上看,整個星期基本上都是22,800點和23,000點 兩條線上下又走的 其實上週就說了22,800點和23,000點 就是一個分鐘點來的 見到其實最低的就去到22,700點左右 但是其實之後都基本上上回的 也都有碰到22,300點的 而今天看到它也都是破上回22,300點 但是如果你整體看這個22,300點這條線 基本上上個星期都是破了少許 破了兩天 最高的就是22,035點而已 上的不是很多的 如果你看到圖的話 其實經過了上星期 我說過破了那條叫做升華 之後破下來基本上可以做一個沽的部署 沽下來基本上上週來說 都有一個挺好的食物位 在22,800點之下 或者如果吃不到 可能22,800點都可以平倒倉的 這個就是一個分鐘點的用法 而現在看到今天 其實在圖上就出不到那次抓的 其實是彈上了 就破了22,300點的 理論上其實它在今天是破了那條下降軌的 就看到在圖的右手邊最上的那條下降軌 是的 那我們還沒有下降軌 其實我之前都說 那市就不是大跌的 只是應該是回調的 那現在在這個圖上面 就見到三條線 23,000點 繼續是今週的分鐘點 那也都開了一條線 就是22,800點 就是說如果回調差的話 可能會跌了22,800點 甚至說是22,400點 但是就不需要太擔心的 因為其實市基本上都是有力 那也都應該回調之後會上回去 現在我那個毛孕建銷系統裡面 就有幾個重要的指數的 那之前說過 就是那個叫形勢和劍勢指數 就是指示一個方向的指數來的 那就是維持了 向下了很多日了 那今天就見到一個轉變 就是那個劍勢指數 就轉了向上的 那就是說有一個向上的trend 那另外就是形勢指數 都維持向下 但是就在那個政府邊緣位 就是說是微微向下 那就是有機會 其實是那個劍勢指數 可以帶動那個形勢指數 是上升的 那另外有一個叫 就是量度力度的指數 就叫做力度 還有一個叫做領先指標 那這兩個指標同時都向上的 那有可能明天都是會向好的 那現在你看到圖上面 就有兩個圓圈位 一個圓圈位 一個圓圈位就是二萬三樓上 一個圓圈位在下降軌下面 那如果它站到這個二萬三樓上 基本上可以去做一個 抓上的部署 那如果你看到它反覆會落 落了這個下降軌下面 那其實就要小心 看看可不可以做一個高的部署 那整體來說 今週都是最重要的兩條線 二萬二千物和二萬三千點 就是要看著這個相對比較窄的區間 看看你那些觸心會去到什麼水平 正如無明說 你上個禮拜的時候 你見到那個指數 其實你穿了兩萬三千點 就開始好像我們的圖 現在展示出來 就是開始向下沽下去了 來到兩萬二千八這些位 如果看趨勢上 今天要升200點 但是你能不能繼續走下去呢 這個就不知道 要繼續留意著 因為今天也是期日結算 沒錯 其實上個星期也提到 日日圓的 日圓本身 就固然是一個主要貨幣 那它本身也有啟示 讓大家知道 日圓是一個避險的貨幣 它走強的時候 也可能會被避險情緒 比較高漲一些 近日市場又估計 日本央行方面 在貨幣政策的走向有機會和聯儲局背道而馳 在這樣的背景下 日日圓是否會重啟一個跌浪呢 即是如果我們現在展示圖出來 就是美元對日圓向上走 現在看起來很遲 因為我之前上星期就說過 如果用這個圖看 美元對日圓來看 會不會是下破100點 如果不下破100點 其實上週也說過可以做孤日圓的行動 孤日圓的意思是購買它在這個圖上是向上升 這個數字是向上升 看到圖其實破了下降位和100點的橫線 那個位其實就是一個可以孤日圓的一個位 孤日圓之後 看到其實它都是守著100點這個位是沒有破落的 然後現在看到它又上到102點這個位 又在102點這個位就在反覆 如果你看到它是譬如在金利和青日 是破落了那條下降軌 即是說 但每次那條上升軌 那條很斜的上升軌之下 那就應該去做平倉的動作 如果說它都繼續是偏弱的 在這個圖上升的 那就可以再上網一個高點 就是103或者104的 那整體來說呢 我覺得日圓呢 我年初就講過說 這個叫做日墮買中 就是說日本就可能在今年會有一個比較差的情況 但是我其實大概兩個月前講過 就是說日圓危機或者日經的危機 基本上都過了大半了 那現在看到它再去接近100點 那在圖上其實看到是三個位碰到100點的 那就是叫做三次足底的 那基本上是一個比較好的訊息 那我也都相信日英危機 基本上今年來講都應該差不多完的了 那所以就可以做一個孤英的部署 但是呢 都要先看這幾條線 就是100 和這個102 和這個104 那102就當作中位 那100就當作低位 那上網就是104的看法 嗯 如果看回這些 你剛剛給我們這個圖 你展示出來的圖 其實會不會102的位置 當初尤其關鍵呢 因為它除了是一個中位數之外 也是那個上升的支持 那個支持的軌道 的一個位置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的雙線匯聚會聚會不會都比較關鍵一點 現在那個日英 叫做 期穩在102.1的位置 那是不是都看著 102這個界線就可以找些啟示出來呢 其實是的 因為這個是我現在暫時 今週到下週的分中位 那分中位其實我有時候有 就是有叫上下分中 如果有上下的話是100 100和104 那變成中間的102就最重要了 那如果你將圖呢 將這條橫線 藍色中間的102的橫線 打橫地伸展去到龍月頭呢 你其實看到有幾個破折位 都是在102的附近的 那變成這個位呢 就可能是一個交雀點 那也都 也都另一方面 你就說如果它這個位不守的話呢 就是向士彈一邊去 去士彈一邊走的 那要加上那條trend line 那你其實看那條trend line 就比較清楚 究竟它的trend 是否可以繼續呢 那現在來說呢 這個星軌 就比較斜和急的 那那個 就是在圖來說 反彈力是強的 但是呢 就急了一些 那就小心 它可能 守不到這條星軌 那就要做一個 平倉的動作 否則呢 就可以繼續拿 看高一點點 嗯 通常這些走石比較急 都會有一個回調 那些調整在這方面 都可能只要留意著 看看一些個別股份方面 今天呢 匹了一隻1314 這一隻的翠華 有一些管理層的9分出現 那看翠華控股呢 今天的股價方面 升一百分之一 一個六回一升兩仙 從圖表看有什麼提示呢 基本上我自己就在看圖表的 那我就很少看那些消息 消息 那其實基本上 基本上就 那個 那個 每個人都大的 那如果有看開 無名的Facebook 呢 基本上由它上市開始 我都一直有說 那都其實 如果跟到的 都賺了幾招的了 那最近那一招呢 其實是七月中 你見到一個下降軌 破上了 那也都破上了 那十天線 看到一支大洋竹 那個第一個圓圈呢 那其實當天我就叫了去買入的 那那一天之後呢 就是停帶的 那停了一天之後 跟著又彈回 那一彈就上到去近過七了 那當天我其實都叫了去指 可以指賺的 那跟著你見到 其實就翌日就破了那條升軌 那升軌很斜 那跟著那方圓的位 其實就是 如果你沒有走 應該都是平賣倉的 那跟著你見到它其實一直反覆回落 就破這個十天線 然後呢 又再上回 那其實你見到 在八月頭 那個呢 有個下降軌 和升軌的交叉點呢 那個圓圈位 其實就是可以埋上的 那現在見到它上到 1.8之後呢 基本上我都說1.8之後 平倉 那現在見到它做一個下降軌 那現在還在下降的 那現在呢 就要看著這幾條線 那1.4、1.5就是個分中位 中間的位 那這個位呢 就基本上是一個掙扎位 就是有可能 這個股價呢 會跟著這個位上下那裡掙扎 那這裏分開之下呢 那要說 向下呢 就去到1.2的 那做的方法呢 就是1.5以下 開始分住 主要分3處 那看它會不會是1.2反反反 反反上回來了 那現在上網呢 就看看會不會是上回1.8 那就是這樣去操作的 嗯 就是它的大區間來說 就是1.2至1.8 中間就要留意著 就是1.4、1.5 就是類似 那些圖表 其實1.5這些位置 其實可能都是一些分中的位置 是不是可以這樣說呢 可以這樣說 這個是絕對1.5是非常重要的 上次我也是叫人家 破1.5分住 那跟著彈上來 就再指責 基本上這樣做法 應該沒什麼問題的 嗯 如果你這一類的操作上 是不是就是穿了1.5 但是它站在1.4的位置呢 這樣就那個勝算 那個贏面上 技術上來說會比較大一點 沒錯的 其實基本上 現在我叫做向下買的方法 就是這樣 於是那個勢 基本上是回調 回調完呢 最差量去到1.2反彈上回來 那你 如果你分駐馬呢 你可以拿到一個蘋果價 然後再上回呢 就可以賺回那個給駐 那這個方法呢 其實都用了幾次 基本上 如果你控制住馬呢 是可以OK的 嗯 是 還有很少時間 1分鐘左右 我們可以看上個禮拜呢 或者之前的集數 和阿蒙明跟著的股份 先看992聯想 都在5元樓上位置 好像都暫時站穩 現在最新呢 聯想那個的股價 表現方面呢 是5.27升的1%左右 聯想有沒有些跟進給大家呢 聯想其實繼續 那個操作方法一樣 就是5元這個位置 就可以入一轉 如果你看它再下 比如4.8 4.7 這樣加轉 最低到4.5 一轉 我自己個人看 就覺得它今年差的情況 是過了的 雖然它都還有一個負面消息 或者PC方面 那個手機 PC方面業務不是那麼好 但是如果以圖來說 基本上它應該走出了一個低位 那就要用分駐去買 但是要小心 如果破4.5 去到4.4 那可能你會止蝕 那到時呢 我再加四 我在網上會即時做分析 這個月留意著 另外還有一隻993 我們可以很快地說一下 這一隻的華融金控 是 993的方法一樣 就是維持在2元 做一個分鐘位 那你看到其實這幾天 其實都是破落少少2元 接著就上回來 那可以近2元就一轉 接著去到大概過7 過8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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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基本上都是看它 會條件之後會反彈的 那這個就比較錯 差可能去到1.5 那就要預算 止蝕位和持貨要 止蝕位低一點 持貨要強一點 那可以 留意2元這個位置 現在最新是2.01 那今天先跟你聊到這裡 我們下星期 最後一集再繼續跟你聊 星華同報應在頭上